告我了 你以为我是软柿子呢 你说 你现在说你小时候费 怎么知道怎么知道 你冲心了吗 你总是心胎软 心胎软 这就是王小飞呀 因为我们弟弟 哎 讲算了 你跟小飞赶出去 为什么 经常过去小飞 你以为我是王小飞呢 我是他妈 你以为我是软柿子呢 你说 你现在说你小时候费 怎么知道怎么知道 你冲心吗 对吧 那肯定不行 小孩就要鼓励转步转学 选择一个父亲需要他的学校 这个是小孩自己的选择 他的喜欢 中间确实有我们做父母 疏忽 那几年的陪伴少一点 或者怎样 我觉得这不是说 简单的一个问题 去归咎到某一个人 或者某一件事情 你总是心胎软 心太软 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这就是王小飞呀 这不是他妈 他妈可不是那个松包 让人家捏来捏去呀 不要问孙子 宝宝 不要问 不要再问 这事我还想不明白吗 对吧 自个儿孩子自个儿养 跟你家妈什么关系 换得着吗 他演珠子让人戳瞎 让人打瞎 他那是自找 我该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演心明眼亮 我跟小飞讲 我说你看 妈妈是你的一座山 你出了什么事情 妈妈用你第一个挑出来的 你绝过的时间 为了这个家庭的付出 全世界最伟大的工作 就是母亲 怀孕十个月你还记得吗 还要生下的是个小帅哥 现在我们已经感恩了 我跟小飞讲 靠着你的银行的翅膀 用力鼓动你的翅膀 让它直线地点上 好吗 好 用力上点上